客房服務 先按電鈴再敲門 飯店人員再三確認 房間裡有沒有人在 請幫我通知318客人 要送貝平樓機線 好的 收到喔 真的無人一門 再請櫃台電話通知 避免自行開門 驚擾房內旅客 而為了確保旅客安全 房卡管理也很重要 感應這邊 那我是住509歲的45樓 那如果去別的樓層都不行 旅客持房卡搭電梯 只能抵達住宿樓層 房務人員清潔打掃 拿的房卡同樣有限制 房卡掛在邀記 防止醫師寫上編號 這種房卡被稱為打掃卡 只能進入同樓層房間 上班時發放 下班時就得早回清點 而一般旅客的房卡 只能進入入住房間 如果醫師不發 前一張也會自動失效 最高層級的萬用卡 則能進入全棟房間 平時都有值班主管保管 只有遇到緊急情況才能使用 萬用卡在我們飯店 只有最高主管才有 而且只有一張 他不會隨便放在櫃檯 一般如果我們房卡不見的話 我們就必須到櫃檯這邊 做身份的確認 櫃檯這邊會詢問您的房號 跟您的大名 在確認都是一樣的之後 我們才會重新再發一張新的房卡 房卡分類管理 每日清點 就是為了落實門禁管制 讓旅客住得安心又放心 三一宣許數為曹聖章台中彰化 總補